越车无数不如老高子路 有宝贝问我 买个现款百万级二手SUV 怎么买完之后排面至上 能让自己的人设直接原地爆炸 家人们那肯定得是现款的 我给你们罗列了这一期 兄弟们点赞加收藏 肯定能让你补迷路就完了 NICE 身为董车帝抖一二车领航计划认证车商 我指定不能让你迷路 首先30万左右开始选 现款的World War XZ的90 1718年的质雅 或者就是至尊的版本 必须买个高配才能让你满满蹬蹬 然后到了35到40万这个预算 宝贝 现款的路虎发现5 整个1718年高配的功率数少一点的 那也是能让你满满蹬蹬 到了40至45万预算 想低调现款三代的 EA839 3.0T的土瑞 如果你想让自己的人设拉满 你还是个小年轻喜欢升浪 马尔拉蒂的莱万特 1617的也可以 然后刚才那个土瑞呢 咱就整一个19款 头一批18年19年上牌的 尽量买高配功率数少 就满满蹬蹬了 然后到了50万左右预算的时候 20款19年上牌的GRE时尚 或者是豪华2.0T的 它带柏林带底升 也能让你开开心心 到了55预算 修的嘛 19款19年上牌G05的宝马X5 B58发动机 3.0T直六六缸 配的8AT变护箱 除了这车座椅硬 底盘硬 没有上一代的柔韧性之外 剩下的 它作为现款的X5 搭给你的面子 也是挺逮劲 到了60万预算 宝贝那肯定是宝责街卡验 现款18款投一批 选装尽量整个高一点的 尽量整一个公里数少一点的 那就把预算再提到 阶级65的时候 肯定能让你心满意足 抱着音响 21寸卡钱 最通风等等等等 一起个选配 一定要买一台 选配高的哟 才能让你开心 然后到了70万预算 宝贝 现款的宝马X7 虽然是前期款 甚至之前给你们讲 那些车都是前期款 但是都占据了现款车型 那什么样的不能买 如果说这条视频 点赞到破亿万 我告诉你们 那些个不能买的车型 先简单给你透个密 里边肯定是有老款路虎缆生运动 因为它从30万区间到80万区间 无论配置有多高 无论它是否是SV5.0的 它都没面子 因为它是老款老咕噜棒的 同意的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